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精彩继续 《一见独尊》 第608章 来人 他认识 而且是一位固有 在京城江国认识的 那位陆国士 此刻 这陆国士依旧是坐着轮椅 那一袭头发 还是雪白 陆国士看向叶玄 微微一笑 叶公子 许久不见 陆国士 你 陆国士笑着说 我本名陆幽 神国人 神国人 叶玄陈上说 那墨园与风兰 见辈他们 他二人是如愿的 叶玄摇头一笑 你们竟然是神国的 那为何会去 那么一个小地方啊 一旁 南宫晚 微微一笑 陆幽姑娘 他们只是去小世界 传播我们神国的文化 叶公子自己可能不知 李青州现在已有儒家学院 以及兵家学院 两个学院加起来上百 而现在 江国与青苍界的苍剑宗 发展之快 可能超出叶公子的想象 可惜 这些年你一直很忙 不然回去一趟 你肯定会有惊喜的 叶玄陈上说 你们这么做 是为何呀 目的又是什么呢 陆幽轻声说 传播自己的文化 那为何要去 那么小的地方呢 去大世界 太引人注目 会引起许多的麻烦 而且 大世界各种势力太多 想要和平 传播自己的道统文化 很难 叶玄沉默 陆幽又说 叶公子若是有时间 可定要回青苍界看看 那里 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你会惊喜的 叶玄微微点头 会的 陆幽笑着说 今日就不打扰叶公子了 说完 他转身离去 叶玄精神说 除了青苍界 别的一些世界 也有你们的人吧 南宫晚点头 不少 叶玄摇头一笑 你们布局很深呢 南宫晚 情声说 叶公子之前 在沧海书院 说的一句话 我很赞同 战争是残忍的 但是 叶公子可知 常年战争更残忍 我们有一个谋士团 经常在研究 你们那边 你们那边 常年征战 而终其原因 是因为太散 所有势力世家 以及大大小小的宗门 各自为政 而你们那边 没有文化精神信仰 只信奉强者为尊 只要有实力 便可以无视律法 无视国度 可以任意的欺凌弱者 叶公子 你可知我神国 是如何看待 你们那边的吗 叶玄摇头 南宫晚轻声说 野蛮 落后 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至少我没有 但是 你们那边 不管是武道文明 还是文化文明 都差了很多很多 叶玄正要说话 这是 不远处一群 身穿盔甲的士兵 踏步而来 这群士兵 有二十人 每一个人身上 都散发着一股 强大的杀法之气 百战之士 这种气息 叶玄在 唐族骑兵身上 感受到过 而叶玄知道 眼前这群士兵 应该不是 唐国最精锐的士兵 那二十名士兵 来到叶玄和 南宫晚的面前 二十人 齐齐对南宫晚行礼 然后离去 叶玄看了一眼 南宫晚 南宫姑娘 很受神国人尊敬 南宫晚笑着说 我神国 不仅尊重强者 还尊敬有学之士 我神国分为文武两派 文治武功 就如我神国的神像 他老人家虽然也修炼 但是 也只是强身舰艇 实力的话 怕是连一个士兵都打不过 但是 他在我神国的地位 却是非常崇高 即便是神主 也要尊称太圣老师 说着 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叶公子 去见见我神国 禁军统领吧 他在神武榜上 排行第十 叶玄点头 然后跟着南宫晚 继续前进 不一会儿 在南宫晚的带领之下 两人来到一处演武场 在演武场上 有上百士兵 这上百士兵 此时正在操练着 而这上百士兵面前 站着一名少年 少年穿着一袭布衣 身板笔直 手中握着一柄长枪 当见到叶玄和南宫晚时 少年笔直地走来 然后对南宫晚 微微一礼 见过南宫过时 南宫晚 微微一笑 说 林燕 与我们这位叶城主 切磋切磋 林燕看向叶玄 请赐教 片刻之后 两人出现在演武场的一座比武台上 四周站了数百的士兵 林燕看着叶玄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叶玄抬头看向林燕 下一刻 一柄飞剑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林燕的面前 林燕面无表情 抬手就是一枪 飞剑瞬间被斩飞 而这时叶玄突然出现在林燕面前 几乎同一时间 林燕一枪刺出 轰的一声 叶玄硬生生被逼停 但林燕也被震得朝后连退朔 而他刚一停下来 一道飞剑突然斩置 林燕长枪一横 一道四耳金铁交割声 骤然响起 林燕连退朔掌 但下一刻 他身体一个旋转 手中长枪顺势朝前就是一次 一枪刺出空间直接死里 叶玄瞬间被震退 但下一刻 树道飞剑以各个不同的角度 斩向林燕 林燕脸色不变 长枪击灰 所有飞剑尽数被林燕长枪挡住了 就在这时 叶玄突然消失 再次出现时 他已在林燕面前 与此同时 他拔剑一斩 只是一柄造化镜的剑 和林燕的枪是同一级别 既然是切磋 他自然不会用天珠的 拔剑定生死 一剑斩下 一股强大剑势 瞬间笼罩住林燕 察觉到叶玄手中剑的力量 林燕那平静的面色 终于有了一丝变化了 他右脚猛的一跺 一股强大力量 突然出现在他周身 下一刻 他手中朝前一个极刺 就是刺 很简单一个动作 但是却携带万军之力 纯粹的力量碰撞 轰的一声 两人枪剑一触几分 然后连连暴退 但是很快 两人几乎同一时间 停了下来了 这时 林燕突然纵身一跃 空中 林燕神色略现猙獰 他手中长枪 猛地朝下方 也悬就是一只 枪破空而去 仿佛要贯穿这片天地 叶玄右脚轻轻一点 他整个人直接拔地而起 几乎在同一时刻 一刀剑光 站在那柄橙枪之上 四周空间剧烈一颤 下一刻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之中 无数飞剑一柄接着一柄 朝那林燕斩去 漫天的飞剑 空中 林燕一退再度 而在他的面前 叶玄疯狂把剑连斩 加上四周的飞剑 让得林燕难以应对 因为叶玄那些飞剑 速度太快太快了 快到他不甘有嘶吼的分身 加上叶玄在面前猛慌地进攻 因此他只能被动到人 他好几次想进攻 但是都被叶玄的飞剑给打断了 就这样 当林燕退到数百丈之外时 叶玄突然停了下来 而此刻 林燕周身 有十几道剑痕 叶玄收起剑 说 承让了 林燕看着叶玄 我输了 此言一出 场中士兵顿时神色一变 这林燕可是神武榜上的天才 他居然输了 就在此时 一道笑声突然在一旁传来 林统领此言差异 众人闻声看去 来的是一名少年 穿着纹笼黑袍 叶玄看向少年 他身旁 南宫碗说 商丘 与林卫的统领 叶玄微微点头 商丘 先对南宫碗 微微一礼 然后看向叶玄 笑着说 叶城主 刚才那一战 可是有些不公平 叶玄笑着说 如何不公平 林统领是进军统领 他修炼的是如何杀人 这正规比武 对他限制太多太多了 叶城主 方才就没有发现 林统领一直都是 手下留情嘛 说到这里 他微微一笑 叶城主啊 他是怕杀死你啊 不远处 林叶眉头为重 商丘 是我输了 我输得起 商丘看向林叶 你现在可是代表 我神国 你要想清楚 林叶沉默 商丘看向叶玄 叶城主 重新比一场 没有任何限制 玩命的那种 玩吗 叶玄有些犹豫 商丘笑着说 如果叶城主怕了 也无事 叶玄咬了咬牙 重新比一场 不是不可以 不过 我有一个要求 我要求下赌注 商丘 眉毛微调 什么多重 叶玄看向商丘 若是你们输 你们得给我一件 道径级别宝物 道径级别宝物 闻言 商丘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这玩意儿 就是在神国 也是非常珍贵的 见到商丘沉默 叶玄神色顿时一松 甚至还有一些笑意 没有 没有 那就不比了 商丘看向叶玄 谁说没有 声音落下 他掌心摊开 一个金色小人 突然出现在 他掌心之中 叶玄有些好奇 这是什么玩意儿 一旁 南宫晚笑道 金人 墨家制造的 道径级别金人 此金人若是催动 可堪比掌道径巅峰强者 若是灵气足够 甚至可抗衡天道径级别强者 而且 他由特殊材料造成 就算是天道径强者 也无法一时间将其摧毁 用来打架保命 很是好用 而且 也很珍贵 叶玄微微点头 他以前也有些金人 不过现在都已经很弱了 眼前这个应该是升级版的 这是商丘突然说 若是你输呢 叶玄沉声说 我输 就把命交代在这里 我所有宝物 都是你们的 商丘看着叶玄 这可是你说的 一般情况下 我说话还是算话的 商丘诞声说 那就开始吧 叶玄说 你把宝物给南宫过世 商丘看了一眼叶玄 然后将小金人给了南宫完 叶玄看向灵夜 后者微微一礼 此战关系我神国荣誉 我不会留守 你也务必尽全力 叶玄点了点头 好的 声音落下 他掌心摊开 掌心之中 多了一柄剑 震魂剑 道径级别的剑 当看到这柄剑的时候 灵夜和商丘脸色顿时就变了 就在这时 叶玄左手探开 天珠剑也出现在他的手中 当看到天珠剑时 商丘脸色瞬间大变 是侯月刀进他剑 灵夜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这时 叶玄扛着两柄剑朝灵夜走了过去 灵兄 你可不要留守啊 我这两剑下去 你的枪可能扛不住啊 实在不行 你去多借几把枪来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